好的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就是在南投仁爱的卢山温泉区 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呢 在我的后方是有一座这个立体停车场 它现在呢已经是停用的状态 就是因为它下方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 已经是有地基掏空的状态了 那么其实这一座立体停车场呢 上次在这个卡路台风来袭的时候 这个下方就已经有出现这个地基掏空的情况 只是这一次呢 海魁台风夹带了强烈的风势雨势 再度让这个地基流失的状况呢 变得越加严重 可以看到这整座立体停车场 现在几乎看起来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而就在这个停车场的前方 就是暴涨的塔罗湾溪 那可以看到塔罗湾溪呢 是夹杂这个泥流以及水流 持续的向前来走 所以呢整条河流看起来呢 都是这个灰色的状态 而且就在吸水当中可以看到呢 有两台怪手现在是已经遭到 几乎要完全灭顶了 而在这个塔罗湾溪的周遭 其实两侧原本是有很多家的 这个温泉饭店 那现在呢 也因为吸水暴涨的关系 其实从上一次卡努台风 来临州已经开始暴涨之后呢 这个饭店呢 他们几乎一楼以下 都是泡在吸水当中 那么其实由于这一次海魁台风呢 为南投仁爱乡 其实也是带来了部分的灾情 那也是有部分地区 是有发出这个土石流的黄色警戒 所以其实南投仁爱乡公所呢 是早在这个前几天就已经有在 针对庐山温泉区 以及周遭的部落来进行预防性的撤离 那么现在山上的这个雨势风势 是有稍歇的状况 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 虽然目前通往庐山温泉区的道路 是畅通的 但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 提醒民众如果非必要 还是尽量不要上山 那么以上就现场的最近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给彭雷主播 最后 муз犯会是由于 泪感如喝 沂丶 水 水 感谢观看